在過去一年 由上年二、三月疫情開始的時候 這是最大的衝擊 但大家不要忘記 在疫情前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社會事件引致影響到零售業的改變 當時已經是七勞八傷 而當二、三月是最誇張的時候 當時零售數據顯示 二月和三月都是跌超過四成 當然我們去到二、三月的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 其實不同的大地產商也有出來 會幫忙 有些是減租三至五成 有些可能是少於三至五成 但某程度上也可能是有兩成 或者是有某程度上的一個減租幅度 但那個情況只限於二、三月 當時是這樣 但是打後後 打後後就開始幫忙熱誠冷卻 慢慢一步一步冷卻下來 因為我們一個租約是三年 在三年的租約裏面 當然你過了三年之後 就可以重新去談租約 現在的情況就是 因為現在大概過了一年半有多 一年九個月左右的時間 即是大概超過一半的店鋪 已經過了一個租約員的情況 即是可以要求減租 即是要求減租 即是要求減租 然後你才可以留下 所以現在如果是這樣 籠統地去拿一個很困難的比較 即是說 其實超過一半的店鋪 已經處理了租金問題 要不就是關門不做 要不就是已經談得到一個合理的租金 但我們依然還是有少過一半的店鋪 依然還是在捱貴租 Bose的Tenon 即是我們零售商 再加上業主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未來三個月後又怎樣 半年之後又怎樣 究竟我們通關了 那個情況會不會突然間 可能是三個月後後會好轉呢 其實大家都說不完 所以現在很多的租約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短租的 有些可能短到三至四個月 又或者半年又或者一年 但如果真的現在逐三年的租約 我相信這個機會都是比較小的 即是大家看到旅遊區 都很多急舖 即是都幾慘淡的 即是比起我們最興旺的時候 所以在旅遊區的店鋪去減少 這個是很明顯的 但是在民生區的話 其實我聽到有我們的會員 亦都有反映 其實過去來說 他不會租一些太過民生 或者是一些領展的場 但是現在來說 他們都會很關注本地市場的時候 他進入了民生區的時候 甚至租一些政府的物業 以至其實他發覺這段時間 一方面政府有減租 第二來就是 其實那個生意的潛力 一定是比起現在來說 你繼續在一些旅遊區 發展的店鋪一定是好的 所以現在我聽到我們的會員 就反映了 其實他現在去到民生區之後 其實那個生意的情況 是更理想了